大家好,我是文哥 今天是2022 12月16日中午时分 大家可能也从新闻报道 听说了这两天美国的一项很大很大的一项成功 是在燃料 是在对我们这个地球有深远意义的能源解决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地球上至少有了人类之来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火的发明 可能是中国人先发明了火 有了火才会有了所有的人类的各种文明慢慢诞生 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今天为止 人类的这个人数的增加一直在为能源这个解决 想造出一个所谓最终的方案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地球隐藏着大量的能源 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各种各样的 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法根本的来解决我们80亿人需要解决的能源 特别是清洁能源 是不是,你不能说是能源解决了 然后地球是一片污染 那是不是我们要的生活 清洁能源 而清洁能源的这个解决 而且是一劳永逸的解决 这才能够让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没有后顾尊忧 但目前来讲 我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啊 就是核聚变 简单讲啊,简单讲 这个官方术语什么讲多了,大家听不懂啊 这个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就是我们说太阳是怎么发光的 那么如果我们人类造出一个小太阳 这就是我们说核聚变的意义所在 这个实验一旦能够商用化 现在是实验室 已经实验成功 如果能够商业化 也就是我们说的民用化 那可能真是一个 本世纪啊 21世纪 我们说除了火的发明 人类的一个科学创举 这个是不用说的啊 无与伦比的 那么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是为之而振奋的 不管全球任何种族任何国家 如果是这个问题能源问题能解决 他就会造福全人类 造福全人类 我们再不会为啊 这个关于自身的能源枯竭 总有一天枯竭嘛 是吧 使用而担心 所以这个发明是 或者这个实验的成功 是有非常非常深远和巨大的意义 那么讲回了啊 我们就讲回这个 美国人做到了 我们有没有在做到呢 我们也在做 但是还没有做到 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在做 但是还没有做到 所以说又讲回了我们的一个 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 今天这个世界 靠什么你能够屹立在这个地球 你能够去强大自己 很多时候人们说啊 就是大国嘛 咱们说军事也好 经济也好 人才也好 对吧 所有的东西 还有你的这个 怎么样去把每个人的能力 或者天赋 都能够发挥出来 那就讲回教育 对吧 这里有很多因素 很多因素 但是为什么 美国这个国家 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啊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身边的很多很多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些 科技发明吧 哪些是美国人发明的 哪些是英国人发明的 哪些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是吧 在那放着 说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去自卑 不是的啊 我们的现代整个的科学体系 比希腊那边晚了三百年 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数学物理化学啊 等等等等 这些体系的建立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在中国的文化的这个体系当中是诞生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没有 呃所谓实验的环节 就是所有的科学啊 在我们的诞生都是 有的时候是不是说 呃怎么讲这句话啊 就是没有实验的环节 他没有去做这个实验 去证明什么东西 这是现代科学跟传统的东西 不同的根本点所在 你要去证明它 对吧 所以我们 就是说这个文化中 现代的这个思想体系 数理化的这些东西 比西方真的是晚了三百年 那我们现在在后起直追 对吧 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清醒我们自己 这个社会是讲实力的 特别是讲科技实力 特别是讲什么呢 就是你的科学的应用 科学的跟日常生活的这种 呃 结合 才能把你的各方面 国家也好啊 各方面推向始终 强盛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不能来假的 这个不能自己骗自己 对吧 而这一切的根源又在于 教育本身 在于我们每一个人 把他的 天赋啊 各方面释放出来 每个人的 异想天开 每个人的这个 海马行空啊 那些东西去看似无用 但实际上是对我们的 科技也好 想象也好 未来也好 它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而今天可能我们来回顾 我们自己 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这点是很缺很缺的 我们每年可能都有高考 每年都有很多状元 但是 就其后续的发展来看 没有真正为我们说 不管哪 哪一个学科 哪一个类别的 贡献 甚少 因为这些孩子只是 考试考的很厉害 他是不是热爱 真的无可 无可知道 包括一些什么少年班 我们的孩子的这个 想象的翅膀 从小很多被折断了 不允许犯错误 是吧 不允许这个顶嘴 不允许这个发表自己的想法 这些东西 跟科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想成为一个强国 你想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你想在很多方面啊 就是领先世界水平 这个是从孩子 那个 简单的世界里 要去一点点去诱发 一点点培养 他才能够去发挥 自己的这个天赋出来 每个人都有天赋的 但是我们可能真的是 从这个应试教育本身来讲 我们看到的话 是扼杀了这种创造力 想象力 这是我们自己要去 反思的东西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听实话 愿不愿意听真话 我们的家长能不能跟孩子讲真话 孩子又能不能跟你讲真话 是不是这样 这个东西就是最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 从小孩子的世界都是谎言一片 家长跟孩子也是谎言一片 那这个世界 没有真的出来 也出不来 对不对 大家都在你骗我 我骗你 在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都是这样 你要求孩子诚实 你诚实不诚实 非常简单的道理 就我说这些东西 我是希望我们的科技 或者我们的这些 都能够去慢慢的去超越 这个超越是实实在在的超越 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超越 而这超越的最根本的东西 就在教育 最基础的教育 仅仅会考试是完全不够的 不要觉得我们这些 就是觉得取得了一点成绩 等等等等 觉得就固不自封 你现在想过没有 你不前进 你在所谓这个停滞 或者是你总是跟在别人后面 别人要不要带你玩都是个问题 而且你还完全排斥任何东西 别人一说啥你就排斥 一说西方的 一说美国的 你就本能的就反感 我不知道你在反感什么 是吧 我们的这个世界也好 是全世界 我们的科技也是全世界要去服务的 美国的东西也好 那任何国家研究出来 都是为人类做贡献的 我们不要这么狭隘的去想 他就是为全人类的 好 谢谢大家